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经也因此被誉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作为历代帝王典范的周文王也被记录其中 那么在诗经中都记载了周文王哪些令人称颂的工业与美德 这位被后世奉为道德模范的圣王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 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 带您一起跟随诗经的脚步品味古老诗意 开启一段先秦历史之旅 大家好 在民国时期啊 有一位大家熟知的女学者 她叫做林徽因 她是咱们国家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她呀出身于书香门第 她的家庭曾经给予她很好的影响 这一点咱们光从她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徽因》这两个字原来写作《徽因》音乐的音 意思呢是美好的声誉 这两个字出自诗经 诗经大雅的思斋 这首诗呢也很巧 刚好也是一首讲家庭和出身的诗 它讲的呀是周文王的家庭和出身 而它讲周文王的家庭和出身呢 有一个目的 这首诗是要探究周文王身上的各种美德 从何而来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 周文王可以说是一位千古圣王 背后是视为楷模 那么他身上的优秀品质从何而来 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成熟 乃至于发扬光大的呢 今天咱们就跟随大雅思斋这首诗 一起看一看 聊一聊 思斋这个诗的名字 它取自这首诗的前一句话 思斋太人 思呢是一个语气词 它没有实际的意思 斋呢是通甲字 通斋戒的斋也念作斋 斋戒就是人在祭祀祖先之前 先要洁净自己 所以呢 斋呢就有了洁成端庄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啊 就是一个感叹 就是端庄啊 庄重啊 那么感叹谁 谁端庄呢 诗里刚开始就说了 思斋太人 文王的母亲端庄 大家可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章 思斋太人 文王之母 思昧周将 京世之父 太四四灰音 则百思难 他说的是啊 这首诗一开篇呢 就连着说了三个人 是三位女性 她们是太人 太江和太四 她们分别是谁呢 是周文王的母亲 周文王的祖母和周文王的妻子 所以啊 这三个女性 在古代有一个共同的称呼 合在一起叫做周氏三母 那个意思是说 对周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三位伟大母亲 这首诗开头 第一章连续提到 这三位杰出的女性 那么合在一起 她是什么用意呢 她的用意就是告诉我们 周文王有极其美好 优越的家庭出身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普通的人也好 伟大的人也好 她的早年经历 都是得自于家庭 她最早所受的教育 所受的影响 就是家庭影响 所以这首诗 在追溯文王的美德来源的时候 也是最先想到 看一看她有什么样的家庭 那么周文王的家庭当中 这些个优秀的女性 对她有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不得不说的 就是私在太人 文王之母 首先要有良好的母教 和良好的遗传 太人又称为众人 人是她娘家的姓 她在娘家排行老二 所以她生前被人称为众人 等到她死后 鉴于她对周邦的贡献 周人对她的缅怀 又尊称她为太人 所以太人是一个尊美之称 太人在历史上 是中国的文献 鉴于记载 可以说最早一个 践行太教的女性 你看有意思吧 太教这个词 并不是我们一个现代的新词 其实它在两千多年前就有 在这个刘相的《猎女传》当中 就有一整段话 说这个太人妇人 太人之性端衣成装 为德之行 极其有身 目不是恶色 耳不听吟声 口不出傲言 能以胎教 什么意思呢 她说呀 太人是一个有德的女性 她在怀孕的时候 她能够做到 难看的颜色不看 不好听的声音不听 这个吟声啊 它是指过度的声音 吟是过度的意思 比如说过大的 过尖锐的 过于嘈杂的 跟我们今天的科学 是很一致的 就是对胎儿有不好的刺激 同时呢 也包含道德的内容 比如说不健康的音乐 比如说不健康的 不文明的言词 她也不听 那么同时 她自己当然 她也口不出傲言 大家看一看怎么样 在三千多年前 太人对于太教的重视 丝毫不比我们 今天的人逊色 所以有这样优秀的母亲 文王自然 生下来天性平和善良 等到长到一定的年龄 需要受教育的时候 由于有了这样的性格 她也非常的容易教导 好的教育 容易在她身上见孝 这个跟人的天性有关 所以古书上 管这儿叫做在府扶勤 处师扶凡 什么意思 人长到一定年龄 保育员 幼儿园阿姨 开始要教她 做人的规矩 好的礼貌 这个时候不难 等到再大一点 老师教给她本领学问 也很容易 所以这都跟从小的性情水顺 温和善良 有很大的关系 同时这张诗说 不但好的母亲重要 连好的祖母也很重要 所以她的第二句话 说的就是 四妹周江 尽世之父 周江就是指太江夫人 周太王的夫人 她是帮助周人 在周园上定居安家 从此为周人做下历史性贡献的 这位夫人 是非常美好的女性 而这首诗呢 她通过这两个女性的 前后并列 放在同一章里出现 其实她有一个暗示 就是说文王的母亲和祖母 婆媳关系良好 而这种良好的婆媳关系 所决定的良好的家庭气氛 就很好地塑造了文王的性格 让她从小都是幸福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啊 一个人早年的经历 早年在家庭中的感受 塑造了这个人从小 对于好家庭 好生活 她的理解和想象 所以从小家庭幸福的人 他长大之后 性情相对地比较乐观 比较坚强 那么等到他自己组建家庭的时候 他相对地比较容易获得幸福 家庭比较容易美满 如果万一他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他遇到了挫折和麻烦 这种性格的人 也会更加乐观坚强地 对待挫折 所以周文王就属于这样一个人 那么这样的人 在现代的心理学家 有一句话 叫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周文王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了美好的祖母 美好的母亲 在他们的影响下 等文王长大了 文王的个人生活 是比较幸福美满的 他的妻子叫做泰四 就是失礼追加到 两代的优秀祖母后头的 泰四四慧音 则百四难 说泰四也是一位贤淑的女性 他能够继承他的婆婆 和奶奶婆婆的美誉 继续主持家务 主持一家的生活 让家庭幸福和谐 在古代人看 家庭幸福和谐 一个明显的标志 就是多声誉 就是家庭中人定兴旺 所以说泰四难 诗人说的是一个夸张的话了 儿子一百个 结果到了民间之后 这句话传来传去 他就被发挥成了一个 对文王的神话 所以小说戏曲中 往往说 文王有亲生的儿子一百个 那就是从这首诗里来的 这首诗大家别看是 一代女性一代女性 说下来无非就是贝家谱 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是大家仔细听这几句话 思哉泰人 文王之母 思魅周将 静世之父 泰四四慧音 则百思难 这几句话里 行云流水一般 有一股扑面而来的 吉祥雍容之气 那么在文王身上 他的优秀品质 和他将来的伟大事业 古代的诗人 都把他追溯到 有好的母亲 好的祖母 好的家庭 好的妻子 有这些女性的相助 那么这就无形当中 流露了我们中国人 特别熟悉的 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 一种基本的信念 总结成我们今天熟悉的话 大家都知道 就是家和万事兴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 女学者林徽音 她的祖父 给自己的小孙女 取名叫做徽音 这是多么美好的祝愿 把这个名字 用在一个大家闺秀身上 又是多么贴切合理 从大雅思斋这首诗中 我们发现 周文王的成长 与母亲和祖母 以及良好的家庭环境 密不可分 那么除此之外 周文王的祖父和父亲 会给予他怎样的影响 从他们身上 周文王又得到了 哪些重要启示呢 如果说文王的祖母母亲 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家教 那么文王的祖父和父亲 可以说为他树立了 事业上的楷模 在《思斋》这首诗的第二章 开头就是这么说的 会与中共神往十愿 神往十通 什么意思呢 会还是顺 宗公呢 就是指列祖列宗 或者说呢 跟列祖列宗 祭祀有关的一切事物 会与宗公就是说 周文王特别地擅长 侍奉祖先 他是合格的继承人 所以祖先的在天之灵 对他没有任何怨恨 没有任何遗憾 所以说 他在自己的父亲 祖父乃至于 列祖列宗面前 又都是一个 合格的继承人 文王的祖父就叫周泰王 他是周邦命运的转折人物 当年泰王的时代 周邦只是一个在甘肃东部黄土高原上的小邦 相对的经济文化要落后 也没什么国际声誉 甚至受到周围的其他游猎民族的压迫 受到欺压 经过了周泰王的艰苦奋斗 他们才在水土丰美的周园 找到了一个新的安家地 而且从此开始 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开始大发展 有了一段跨越式的进步 走上了腾飞之路 周文王小时候 就生活在周园 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他的少年时代 正赶上周国的上升期 所以他亲眼目睹了 自己的祖父父亲 两代人的艰苦奋斗 可以说他是这一段 创业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所以在他身上 从小也形成了这股 不屈不挠的 积极向上的精神 周文王的父亲叫做纪利 他生活在商朝 五以文丁时代 那么也就是说 商周王的曾祖父 和祖父的那个时代 当时商朝已经开始 走下坡路了 所以周围的荣敌部族 经常内侵或者反叛 纪利作为商朝的下属的诸侯 就经常奉商王的命令 去四处征伐 镇压这些反叛 或者抵御这些入侵 周文王在成年之后 在政治上 军事上 都有不俗的表现 这一点可能就是 受父亲的言传身教有关 另外父亲晚年的遭遇 他在政治上所遭受的打击 也深刻地教育了周文王 原来 纪利长期为商王效力 四处征战 尽管说是在为商王奔走 可是无形中也逐渐为他自己 和周邦积累了声誉 扩充了实力 时间长了 商王就开始起疑心了 可是对这件事 纪利自己似乎是没有察觉 他大概没有很注意 掩藏周邦的实力 更没有注意到去提防他人的加害 就这样不幸就发生了 在征伐意图之荣成功之后 他照例呢 是要到商王那里去 这个献服 献服是古代的一种仪式 就是说 诸侯奉王命出去征伐 胜利归来 向商王来进献战利品 那相当于也就是汇报工作 通常呢 这个献服之后 商王也会对诸侯有所嘉奖 给予一定的这个慰问 所以说这是一件 本来是一件没有危险的事情 可以说是例行公事的事情 所以纪利也对此没有什么戒心 他就去了 哪想到呢 这个时候商王文丁 却运用计谋 借这个机会扣留了纪利 后代的史书有的说 他就此杀掉了纪利 也有的说 纪利从此被囚禁 一直到死 甚至是有可能纪利 非常不满意 商王对自己的不公正的待遇 他可能心中并没有不轨的图谋 所以他觉得很冤枉 有的史书上称他呢 是愤而绝食 最后绝食而死 不管怎么样吧 总之纪利再也没有回到周邦去 对周文王来讲 这可以说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此之前 他有幸福的家庭 良好的父母 很好的教育和高贵的出身 各方面呢都很优越 可以说呢 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孩子 可是这次打击之后 让他明白了 要成为一个真正成熟优秀的政治家 他还需要有深远的谋略 和极端谨慎小心的性格 所以啊 这么说吧 周文王在政治上更成熟了 所以后代有一个词 叫做小心翼翼 就出自诗经中讲文王的话 他讲的原意呢 是指周文王小心翼翼的 对待祖先神灵 是说周文王擅长祭祀 擅长服侍神灵 在祭神的方面 他非常小心谨慎 细致周道 但是如果通关周文王的一生 我们能够看到 这种小心翼翼 是他的整个的作风 是他一以贯之的性格 这说明他不仅继承了 父亲祖父的优秀才干 并且他也从父亲的遭遇当中 吸取了充分的教训 诗经大雅思斋 是后人为了颂扬周文王 优秀品德和布朽功绩 所创作的一首诗 将这位西周奠基人的 内圣外望展现无疑 秽于宗公 神往十愿 神往十通 正如诗中所记载的那样 周文王是一位合格的继承人 他汲取了先王们的经验与教训 将自己所经历的艰难险阻 转化为了成长的契机 最终造就了优秀的品德 与出众的能力 那么周文王都经历了哪些困难 他又是如何应对 并最终有所收获的呢 我们说了呀 周文王其实是一个幸运儿 那么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说的 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 可是呢 周文王这样一个卓越的圣王 三千年后依然被我们纪念 这样的人 光靠优良的家庭出身 良好的性格 小时候的一点勤奋努力 这是远远不够的 在他身上还少一样东西 那就是挫折 挫折会唤醒一个人身上 沉睡的优秀品质 挫折也会证明一个人品质的优秀 说着说着话 这个挫折还真就来了 本来呀 周文王吸取父亲的教训 开始懂得掩盖周邦的实力 一边小心翼翼地应付着商王朝 一边积极地发展周邦 准备寻找为父报仇的时机 可是呢 随着周邦的持续高速发展 渐渐地这招不灵了 他的实力有点掩盖不住了 时间一长 商周王终于听信了别人的告发 把他抓起来了 就关在今天的河南唐阴那个地方 叫做尤里的商朝的国家监狱 就在上王的王都附近 这是周文王一生中面临的最大的一次挑战 同时呢 也促成了他思想的真正飞跃 据史料记载啊 周文王这一关就是整整七年 那个时候信息也不发达 通信也通不了 所以他跟家人跟周国消息隔绝 家里人怎么样了 周国怎么样了完全不知道 他是死是活 家里人也猜不着 在这种情况下 还别忘了 商周王是个暴君呢 说不定哪天早晨 一觉醒来演一争 算了把那个鸡昌从牢里提出来 杀了算了 这就算完了 所以说周文王在这七年之中 可以说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 那么怎么办呢 周文王这边又是委屈 又是痛苦 又是压抑 所有的感情还不能表达 感觉委屈 感觉冤枉 不能说 想要出狱 想要报仇 那更是不能流落 怎么办 漫长的七年在牢狱当中 没办法 周文王只能是看八卦吧 别误会 不是刷手机看娱乐新闻 而是埋头学问 研究医学 历史上就把这件事 称为文王演周易 演呢 就是推演 推广的意思 文王演周易的事情 在经学史上 历代的经学家 古代的经学家 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呢 这句话可以这么说吧 在史实上 它是有漏洞的 周易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 思想极其精深广大 它不是周文王一个人 能够做出来的 里面凝聚了先辈 无数人的研究成果 所以你不能说是文王一个人 创造的 但是从政治生活 和政治经验上来讲呢 应该说文王演周易 这样一个传说 也有它很大的合理性 它体现的是文王的一种 斗争经验 也就是说七年当中 文王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在非常冷酷 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他就在摆弄这个 阴阳 摆弄八卦 做排列组合 搞基础研究 这个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 这个基础数学理论的研究啊 其实是要耗费相当大的精力 而且要求人始终是非常专注的 从政治经验上来讲 这对文王有两个基本的好处 第一呢 是转移了文王的注意力 有效地使他能够忽视 在牢狱当中的痛苦 能够减弱他的痛苦心情 所以呢 有效地也帮助他 打发了这段囚禁的时光 从另一方面讲 那就更重要了 这件事有效地掩护了周文王 怎么说呢 他每天埋头于这个排列组合 埋头于医学的研究 所以呢 他也顾不上发脾气 他也顾不上发牢骚 顾不上说别的 所以呢 每回商周王想起来了 派一个人去看看 基昌在牢里干嘛呢 那个人回的汇报都是 他在牢里刷刷刷提呢 那么商周王时间长了 久而久之 也觉得这个基昌啊 巴承尔也没有什么政治的野心 因为他主要的爱好 主要的兴趣都在理论研究上 所以渐渐地也就放松了 对他的戒备 就这样 七年下来 埋头于医学 等到周易学好了 商周王也已经对他放心了 这面家里还没有停止对他的营救 集集组织寻找宝马美女 准备了一份大礼 买通商周王的宠臣送了上去 那么商周王果然龙颜大悦 大手一挥 行 基昌可以回家了 游礼七年 是周文王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可是呢 时过境迁回头再看 我们也可以说 他是周文王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这七年 他的命赚在别人手里 随时都有可能被杀 这叫做朝不宝夕 一般人处在这种境遇当中 你不用说等着商周王来杀了 光是这种恐惧和焦虑 就足以让一个人崩溃 在这个情况当中 还要埋头学问 那必须有把生死 置之度外的勇气才行 在五六百年之后 孔子说了一句话 叫做朝文道 西死可以 文王在囚禁当中 他的精神就达到了这种境界 自己的死生荣辱 他全放下了 所以在囚禁当中 只要一天还活着 只要一息尚存 他就要满足自己的囚之欲 他埋头于学问 把自己的命运 周邦的前途 和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联系起来 都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他要探究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狭窄局处的囚禁当中 周文王却看到了学问世界的广大自由 所以啊 尤里七年 对一般人来说 可能是担惊受怕的七年 可能是吃苦受罪的七年 可是对周文王来说 却是闭关学习 不断进步的七年 七年过去 等他放出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变得精神崩溃 并没有变得胆小懦弱 同时呢 他也没有变成 一个仇恨和暴躁的人 他反而从一个政治家 进步了 进步成了一个思想家和学问家 他从此对自己的命运 对周邦的前途更有把握了 对殷州的关系 有了更准确的判断 对天下的大事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周文王以身作则 影响妻子 要求兄弟 再以此治国 在长达七年的囚禁之后 年逾八十的周文王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土地 此时的他 并没有因为年纪的老迈 而退居山林 以养天年 而是倾尽全力 改变着整个邦国 赢得了天下人 对他仁德的敬仰 那么 赢回文王的周邦 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周文王的品德 对后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在《思斋》这首诗里 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 什么意思呢 行就是模型的行 就是模范的意思 寡妻是什么呢 就是嫡妻 正妻 为什么呢 寡字有大的意思 还有少的意思 所以管正妻 嫡妻叫做寡妻 周文王的寡妻是谁呢 就是太四夫人 行与寡妻 是说周文王在太四夫人面前 是个模范丈夫 那么模范丈夫不是说 给其他的丈夫做模范 还包括给太四夫人做模范 这个事就难了 因为夫妇之间是一种极端亲密 极端私密的关系 她跟你朝夕相处 所以你的什么事 她都知道 所以如果一起生活多年 对方还对你非常尊重 非常爱护 那能说明 你这个人的道德修养 确实是好 足以服人 在漫长的岁月中 都没有消磨了 她对你的爱护和尊重 文王是这样的人 这叫行与寡妻 而且呢 太四夫人也确实是 有素质的品德贤淑的女性 所以她懂得欣赏 文王这样的优良品质 两个人相敬如宾 所以家庭和美幸福 那么以文王和太四的 模范家庭为中心 文王的优秀品质 良好修养就辐射开去 至于兄弟已寓于家邦 也就是说 在兄弟当中 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以至于到整个的 激性的家族 以至于到整个的周邦 都受到了她良好道德的陶冶 这句话用来形容 晚年的周文王 是非常合适的 据史料记载 文王从尤里 被放出来的时候 是多大年纪呢 已经是八十多岁了 他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一般人呢 到这个阶段 不管是身体 还是意志 还是精神 思考力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可是文王恰恰相反 在这个时候 他的学问道德 和他的文韬武略 都真于化境 他到这个年龄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也赢得了天下人 对他仁德的敬仰 从尤里出来 文王劫后余生 但是他还没有急着 逃回齐山老家去 他还很周到的 在临走之前 朝见了商周王 他在朝见的时候啊 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他说呀 我呢 感谢大王放了我 我呀 想献上我们周国 落水以西的一大片土地 我就一个要求 商周王刚得到了 宝马美女的大礼 心情正好呢 行啊 你什么要求说吧 我就请求大王啊 把那个刨阁之行 废除了吧 刨阁之行 在有些史记中 又叫刨落之行 商周王一听 他心想了 这个落水以西的土地 很大一块呀 他就这么点要求 行啊 那我答应你以后不用了 就这样 周文王从牢里出来 没有急着回家 第一件事 就是为民请命 先替老百姓 把这个酷刑给废除了 由此也可见 七年的牢狱生涯 并没有改变周文王 温暖仁慈的天性 他从小养成的性格 没有被摧毁 而且他这样做 也是一招非常了不起的谋略 他用实际行动 就向天下的诸侯百姓 树立了周邦的良好形象 天下的诸侯百姓一看 周文王刚解除了监禁 就想到为民请命 那么自然也就知道了 接下来应该拥护谁 追随谁了 也可见 周文王依然秉承着 祖父父亲的一致 在任何情况下 依然坚持为周邦的发展生存 努力地开辟道路 这个时候 经历了七年的关押 和七年的思考 周文王对周邦的未来 对天下的大事 也有了比较有把握的判断 他判断 在殷州之间 早晚必有一战 而且他认为 可能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留给周人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 抓紧时间 一面小心翼翼地应付着商周王 一面就抓紧时间 打着商周王的旗号 以西伯的名义四处征伐 给周邦赢得机会 给周邦积攒实力 把威胁周邦本土安全的 犬戎和秘国打服了 然后转而向东 去征伐崇国 消灭了崇国 这个崇国 其实他的国君崇后虎 就是当年向商周王进言 抓起周文王的人 所以说通过这次战争 他也报了一件之仇 然而这还不是他的最主要目的 崇国在哪里呢 就在周邦的东方 所以周邦如果想继续向东发展 去伐商 那么一定要经过崇国 这是周人东向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所以伐灭了崇国 也就搬开了这块绊脚石 打开了周人东进的门户 那么经过一系列的 积极的军事活动 最终周人的势力发展到哪呢 发展到东北方向一千多里 今天的山西境内 有一个离国 周文王最后势力一直打到离国 他消灭了离国 这个离国离周国本土一千多里 但是他离商王的王都有多远呢 只有一二百里 所以说通过这次军事行动 可以说周文王大大的向前推进了 殷州对抗的前沿 好像是把一把尖刀插入了商周王的走夜之下 至此周取代商朝 成为天下共主的局势 可以说就已经奠定了 但是跟这些辉煌的军事成就相比 还有一件更辉煌的事情 发生在这个时期 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段于瑞之宋 那个时候有两个小国 一个叫瑞国 一个叫瑜国 这两个国家呢 是邻国 双方之间有领土争执 那么两个国君争起来了 互不相让 谁也不让着谁 谁也不服 争到没办法 其中一个就说了 这么着吧 我跟你说 天下的诸侯 我谁都不服 我只服西伯机长一个人 所以你敢不敢跟我找西伯去评评理 只要他说你有理 不管怎么着我都听 另一个说巧了 还真是巧了 我也只相信 我也只服西伯一个人 于是两个国君连媚而来 来到周邦 结果两人移进了周国的本土 他们发现啊 周国的百姓 在文王的教育感化陶冶之下 是纯术善良 文明礼让 在周邦有个现象 凡是种地的地方 两家的土地之间总是留着一笼钩 谁也不种 为什么 因为两家都想把这一笼 控给对方 让对方种 凡是老人在路上走 年轻人遇到 一定给老人让路 发现老人拎着东西 会有人帮老人拎包 所以啊 这两个国君走着走着 还没能走到文王的朝廷呢 一个就说了 你看 周国的普通老百姓 都知道 以争为耻 以让为荣 他们都文明礼让 咱们堂堂两个国君 为了这么一点事 还说找人家评理 这不是让人家笑话吗 算了算了 那个土地呀 我也不要了 还是给您吧 另一个也说 算了算了 给您吧 我也不要了 就这样 两个人还没见到周文王本人 已经在他的陶冶感化下 言归于好了 这件事就说明 文王的教化力量 已经深入人心 他的道德感召力 已经达到了 不需要通过武力 直接通过感化 就能对天下人心 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步 正像诗里说的那样 行于寡妻 治于兄弟 以育于家邦 后世的人们 把段于瑞之诵这件事 视为文王寿命于天的标志 因为从此之后 他不仅是一个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的强者 更是一个以德服人的圣王了 三千年来 每当想到周文王 大家首先想到的 还不是他的文韬武略 也不是他的聪明睿智 而首先是他的温暖仁慈 道理就在这儿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